谢秀梅抗美援朝战场上唯一一名荣立一等宫的女战士 是当之无愧的经过英雄 但当我们仔细看谢秀梅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 就会发现她只开过一枪杀掉了一个敌人 远不如那些同样立下一等宫的兵王们 既如此谢秀梅的一等宫又从何而来呢 1932年河北省高阳县于堤村的谢甲 呱呱坠立于女营 谢甲给她取名为谢秀梅 谢秀梅会毅然加入解放军 其实也是因为河北省解放后 谢秀梅进入本村的业余剧团 在这里她了解到了女英雄刘忽兰的故事 刘忽兰的英勇无谓让谢秀梅感动不已 她将刘忽兰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并希望能像刘忽兰一样为国家贡献甚至是牺牲 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 谢秀梅于1950年2月加入人民军队 几个月后谢秀梅随军复朝 她是当时最早入朝的女兵之一 和当年毅然跟随部队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们一样 谢秀梅在18天的急行军路上 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和不输给男同志的体能 不仅如此 谢秀梅在发现战友王喜斌 因身体素质较弱而越抖越慢时 主动将其肩上的胯包和三四公斤重的干粮 背在自己的身上 并且仍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面貌 活跃在部队中鼓励战友 上级尖壮将谢秀梅评为文工队的行军模范 以鼓励文工队其他成员向谢秀梅看齐 等志愿军前沿部队正式与敌人打起来以后 谢秀梅充分发挥自己作为文工团成员的职责 时常与战友穿梭各部队作战的前沿阵地 为战士们表演各种节目鼓舞士气 等到了晚上谢秀梅也没闲下来 他会主动帮助吹石原打柴 给战士们烧热水做饭 烫脚和缝制衣服 这一切谢秀梅的上级都看在眼里 某日上级忽然叫来谢秀梅 询问他愿不愿意到战地手术所去 帮助那里的医生护士照顾伤员 谢秀梅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了下来 也是因为这个选择 谢秀梅后来才成为了志愿军中 唯一一个荣立一遇等功的女战士 谢秀梅去到战地手术所后 一边跟在医生护士身边学习伤员护理 一边将所学细致的用在伤员身上 除了照顾伤员 谢秀梅还需要上山打柴生火做饭 保证伤员们能吃成一口热的 而在外出期间谢秀梅也曾遇到过落单的敌人 为了自保 谢秀梅一枪打死了这名敌人 由于是第一次杀人 谢秀梅自我开解了好几天 不过在谢秀梅发现纠结这件事 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后 他便可以淡忘了 1950年11月30日下午 谢秀梅又一次外出回来 突然间从远处的天边 传来战斗机的轰鸣声 不多时 九架敌机就飞敌手术所散空 对手术所以及周围村庄进行了疯狂轰炸 当时谢秀梅了解到 除了重伤员李永华尚未来得及转移 其他伤员已经全部送到了安全地方 他立即顶着敌机的轰炸 跑回被火车吞没的志愿军病房 将李永华背了出来 在往隐蔽地走的过程中 因为后世的积雪 敌机的持续轰炸 以及不断蔓延的大火 谢秀梅步履为奸 跌跌撞撞 更危险的是 有一架敌机发现了二人 迅速朝着地上 背着李永华的谢秀梅俯冲而来 谢秀梅见状 无所顾忌的将李永华放下来 然后扶在李永华身上 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李永华 随着敌机投下的炸弹不断爆炸 谢秀梅和李永华 被四散的碎石和土块掩埋了起来 其中谢秀梅因为身体 几乎全部暴露在外 到处都是被擦伤的伤口 强烈的痛感 让谢秀梅一直保持着清醒 等敌机盘旋几周远去后 谢秀梅才小心的爬起来 确定李永华的伤势 万幸在谢秀梅的保护下 李永华安然无恙 由于实在担心敌人去而复返 谢秀梅不敢花时间 给自己处理伤口 而是继续背着李永华 朝山地的防空洞跑去 因为谢秀梅的舍命相救 实为605团排长的李永华 性命无忧 恢复后重返部队继续杀敌 而谢秀梅也凭借着 这一次英勇的表现 被志愿军68军政治部 记了一等功 成为了整个志愿军部队中 唯一一名荣立一等功的女战士 尽管从杀敌数量和战绩来看 谢秀梅的援朝经历 远远不如其他荣立一等功的战士惊险 但谢秀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表现 绝不逊色于任何一名志愿军功臣 因为在知道被困人员是重伤员 很有可能已经在敌人的轰炸中丧生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救援 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所影响 但谢秀梅却能够越过本能 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 依旧义无反顾的冲向她的伤员 她不知道李永华是否还活着 也不知道此行会不会把自己的性命也打进去 可作为一名护理人员 谢秀梅每分每刻都在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也正是因为谢秀梅不甘心的一番确定 保住了一名优秀志愿军战士的生命 谢秀梅这种大无畏的警察 是整个志愿军部队需要和拥有的 基于此 志愿军68军的政治部才会授予谢秀梅一等功 一是嘉奖谢秀梅的勇敢与付出 二是鼓励其他战士向谢秀梅学习 当然了 谢秀梅在抗美援朝中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一等功 后来他还与自己无比崇敬的毛主席见面并拥抱了他 用现在的话来说 谢秀梅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赢家了 谢谢大家